吳唐先生 我們這部分是COVID的這個專案 然後我是今天的坑主Mr.RZ 也可以叫我Johnson 那今年的端午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著這樣子的訊息一起過節 如果你在LINE裡面收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喔 怎麼又來了 有這樣子的訊息 然後呢 你可能就自己去查一查 然後好不容易說服就是 就是群組裡面的人說陳時中並沒有說這樣子的訊息之後呢 另一個群組又跳出了這個東西 然後呢可能你一直遇到這個東西之後 你可能開始慢慢的被說服說 其實今年端午節可能是在6月25的時候 又有一個新的東西出來了 這是他記得改時間了 可是問題是他又多了一些新的 今年才跑出來了新的訊息 我們覺得其實這有點像是說 這有點像是在懲罰那種就是意識到假訊息危害的人 那我們就認為說其實面對假訊息不應該要這麼痛苦 所以Coffee真的假的這個專案就是希望說 希望讓群組裡面大家不用再孤軍奮戰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LINE的機器人 陪伴大家一起面對LINE的假訊息 以後如果遇到你想要查訊息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分享給Coffee真的假的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 其他的貢獻者對自己的訊息有查過什麼資料 那這個機器人之所以知道要回憶什麼 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資料庫 那如果這個機器人收到一則訊息 資料庫裡面找不到的話 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回報這個訊息的人 那他如果同意的話 這個訊息就會出現在cofax.tw網站上面 那善良的編輯們就可以進來看訊息寫回應 我們從28萬的LINE使用者 收到超過8萬則的訊息 那另外一邊也有人在網站上面幫忙回應 那這些資料都已經開放在網路上面 所有人都可以使用 有第三方的chabba接取cofax.appi 也有調查記者智庫 以及學者用cofax.tw的資料做報告 那這也形成了一個生態系 讓社群協作成果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今天cofax.tw在這個地方希望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我們可以到cofax.tw網站 幫有幫助的回應按讚 那這會讓就是有幫助的回應在cofax上面的機器人裡面呢 就是更容易被看見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去來寫回應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的話你在這個地方所填寫的內容呢 都可以在這個cofax.tw的機器人的使用者看到 然後也會加會cofax.tw的大家 城市開發方面呢 我們今天整理了cofax.tw網站上面的一些issue 像是如果使用者登入的話呢 如果沒有登入我們就應該把輸入框藏起來 或者是按鈕按下去有做事情但外觀上沒反應的bug 或者是針對網友補充去的rwt切板也是可以幫忙的 那這些東西呢我們都放在rumorsite這個github repository裡面的goodfirstissue這個label底下 那我們徵求react.js的工程師 一起用一個下午的時間呢讓網站更好用 那最後就是有興趣的人可以到cofax.tw.tw一起來陪伴在line裡面收到謠言的人 感謝johnson的精彩 謝謝johnson的精彩